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面谈话的内容似乎跟事实有所出入 包括李耀柯选总统批蔡英文无能 真是这样 还是李只是问柯说 听说你要选总统 怎么差这么多呢 那到底是谁在放消息 还是刻意的挑拨带风向 特别是双方会面的照片 竟然是一位读者提供 那这位读者会不会就是当事人呢 今天我们有关键人物来还原现场 另外台北市的选情 一首MV 《共地回讨》是嘲讽姚文志选情 似乎是把他踩在脚底下 但是讨论度也瞬间的提升 姚文志能不能顺势从谷底翻身 姚文志他的重新启动 那丁手中需不需要呢 还能继续佛系吗 三位参选人现在都在找年轻人当发言人 到底能不能帮主将加分呢 下面一地移 我们一一探讨 首先介绍今天来宾在我右手边地位 资深媒体员吴国栋 大家好 大家好 还有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 大家好 还有马办发言人徐巧鑫 大家好 再来我是左手边地位 是资深媒体员詹锡奎 老包大哥 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之前大家平安 以及时代力量 适令北投区主任黄玉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台北市场柯文哲 在双城论坛的讲出 两岸一家金 事后又惹出给国安会的讲稿有AB两个版本 今天在市议会遭到议员炮轰 痛批他说谎诚信 来看底下 为何明明自己知道 两岸一家金命运共同体的稿子 没有国安会 却一直说有 台北市长柯文哲到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 但议员全都炮火集中 要求柯文哲针对两岸一家金 惹出的AB稿世界 向市民好好解释清楚 作为台北市长 在现阶段 为了台湾最大的利益 应该是要维持城市交流 所以两岸一家金跟茉莉 这对我来讲 我没有 这也不是什么互相矛盾 我只说我有送国安会东西 但是我从来没有讲说 我送国安会里面有两岸一家金 命运共同体 所有的人 你的支持者 自己听听看 事实白在眼前 柯文哲却拿出台湾利益 打模糊战 否认讲稿有AB版 也被议员批评他说谎 诚信 要求他向市民道歉 你要不要道歉 你不要随便说人家说谎 这个才是要道歉 真的 刚刚你说的 我就认为你从头到尾都说谎 柯文哲否认自己有说谎 甚至反过来要求对方 向他道歉 总统府国安会都从来没有出来说 他有收到东西 那我要承证我送了什么东西 你今天再硬拗 等一下国安局 总统府都会出来回应 再打你的脸啊 他出来说他没有收到东西 你真的太过分了 你把大家当白痴啊 从两岸一家亲 到大巨蛋争议 议员惊要柯文哲施政争议 而他则是大玩文字游戏 坚持不认错 再不讲清楚 势必会冲击到 念敌选情 好我们看到这个柯批的 国安会讲稿风波持续的延烧 是不是说谎成性 现在市议员都在执行 那事件呢演变到今天 上礼拜理科会面 诶 消息曝光了 而且说李登辉要柯选总统 批蔡吾能 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 来先请教老包大哥 当天你是不是也在现场 是不是可以帮大家 还原一下当天的状况呢 是我安排去的 你安排 这状况其实很单纯 说的大家都就了解 李先生刚好在出院没几天 所以那天身体也不是很有精神 讲话比较小 所以在现场的时候 都同意说我们替他补充月 替他补充月 如果他觉得补充月不对 制止一下这样 OK 那所以会有这些 那我现在就讲说他到底 你现在要先问两岸一家亲 还是要先问 有没有选总统哪一件事 你要先问 我们一个一个 我们先说是不是要科批孙总统 批评蔡英文无难安 OK 好 有没有说要选总统 我们用庞交策籍来看 第一 他有说大西约年轻人 都支持选总统 这是属性 这大家都没有否认 他确实有这样子 这是客观的说 少年都支持科批 对 这是第一 第一 他有说台北市的选情 那个没有问题了 没问题了 不用再烦恼 不用再说 今天来不用再说 李宗浩认为没问题 对对 台北市的选情 你的选情我看起来是没问题 不用再说了 第三个什么东西 他要提供人脉 给他老三天 他说他台湾的人脉 跟他日本 日本有一个日本旅游会 都可以帮忙他 那这些目的是要干什么 所以他就是希望他能够 未来 一定有未来 是未来还是这次的选情 这次的选情是极其科批 你是说未来 会支持他选总统 对 这次选情他就因为没问题了 所以现在是在说未来 未来 未来包括什么 李游会日本 会支持科批 对对对 对对对 我现在说一天 就是说 基本上 李登辉在说这些时候 他还有说其他 说其他当然就是 他批评说 现在蓝绿不行了 这个部分 有说就 剩总统的施政 因为后来 就隔了两天以后 李办的办公室主任 有卡电话 拜托 我们不要再说 到此为止 他再说 他还做人 所以这一部分 我就轻描乱写讲一下 确实是有那样一件事 那意思是 你是说他批评 蓝绿不行 还是批评现在 蓝绿你现在执政 当然是批评现在执政的人 因为两边两个党都没有力气 有说到说什么 李总统的建议 穿英文都没听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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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说 说拿什么东西 什么事情 他都有说 没有提到日本的什么 售日本媒体的采访稿 还拿给柯文哲看 那还让我带回 当然他那些是说财经 最重要的重点 他都是在讲财经 但是我这个部门拜托 荣誓我不要再说太多了 因为他就来拜托 说不要再拌那些 你说说安倍晋三 在那边有给他民主没有民主 有啦有啦 那都有说啦 他说的就为难 但是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说 到底有要叫他参总统吗 那当然是有啊 怎么就不 他很积极 他很积极 你说积极是柯批积极 还是李典会的积极 李典会很积极 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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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们会积极 这有原因 他们两个都很 都是gracive gracive 是 都是一只两个都很练语 很有企图 很有活力的那种 都很有斗志的那种 所以已经对于有那种认同感 所以有这种劝进的意思 这是事实 这个不用再说话 但是你现在 两岸一家亲的部分 两岸一家亲我说 两岸一家亲 两岸一家亲这几句是我说出来 原因就是在刚刚讲的 因为他说话很小声嘛 他有说 应该说的 不应该说的就尽量不要说 这个确实有这样讲 那我就替他补充解释 但我们事前而讲 就是如果我解释的不对 你可以制止 我听他解释说 他在说两岸一家亲 对 所以他也没有否认 我说两岸一家亲 所以两岸一家亲 这几句是我说出来没有错 然后接下来 重点说确实是有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他立即 就说科恩就问说 如果没有这样 我是要怎么说 不需要怎么打交道 两岸还是要往来 要怎么打交道 所以他提到说 特殊国与国关系 以前1995年他说的 他说特殊国与国关系 他说以前特殊国与国 大家都说国与国的关系 是两国论 其实重点不是那个 大家都误会了 他重点是在特殊 那跟我们的宣法也有关系 特殊 特殊关系 所以你这个特殊 你就可以去发挥 那里面 你就用你的创意去发挥 其实主要是在讲这个 科幣刚好认同 这是劳理的 民建总统的循环吗 这个时候我们要讲话客观 要那个 科幂都没有回应 都没有回应 对 他只听了而已 包括他说 但是说叫他 川总统这个 有回应 那没了 没了 没了 说什么大K的年轻人都 唧唧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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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说没了 没了 这个我们都要替他澄清一下 但是李总统也没有讲说 你是2020还是2024要选 没有这个 对 他还叫他说 你 你自己去看着办 你觉得要表态 你就去表态 OK 所以说科幂没有 沾对李政总统的特殊国与国关系 有做回应 没有 没有做回应 那两岸一家亲部分 李政总统还有人动 这个部分 他说的 两岸一家亲 两岸一家亲 已经在从前的时候 李总统就已经讲过他不认同了 在那天 柯文哲到以前 他其实也有继续在讲 这我们知道了 所以那天我就很顺口 他在说两岸一家亲 他没有否认 没有否认 所以说李政总统也没有 沾对这部分 就是说 意思是说你不可以说就不要说 是沾对这句话就是 对 他是这样说 他是说 他说他说他说 不可以说不要再说 他说两岸一家亲 为什么这出来的部分 好像每体所下的 跟随时的部分 你觉得是不是有落差 还是说这个部分 是谁在放消息 没有落 其实也没有落差 没有落差 因为这个也没有落差 但是重点是有见面 这个是最重要 那我的动机很单纯 就是我希望范育联盟 已经破碎了 希望能够一块一块把它撞回 让他们能够有元气一点 就是这道理就很容易很简单 那这些讯息是老包大哥 这些消息有提供媒体 还是说科匹那边办法 这是我给媒体说的 你给媒体说的 第一我给媒体说的 然后第一个媒体我给他说 然后其他媒体知道 后他们去求证王彥均 所以就有综合这样的 综合 但是这个过程 因为大家认为 好像有这个操作的痕迹 特别是说科匹 跟李前总统 既兵之后 这代表本土派 有去支持科匹吗 这部分 你觉得这个消息 对于是有帮助 我不能说本土派 不能去说那些 谁是代表本土派 我只能说李总统 以这个态度 李总统态度 极其柯文哲 这也不是第一次 因为我去台教会 幕晚餐会 大家都不怕手的时候 他自己怕手 说齐齐柯文哲的举手 只有他怕手 你会叫 那是郑鸿宜在那边问 主持人在上面问 所以这个 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 包括李总统 他不喜欢两岸一家亲 这个也是事实 大家本来都知道了 所以这些也不能算是什么新闻 但是因为 既然有这个新闻话题 我认为这个本身是新闻话题 所以我把这个新闻 给他透露出去 原因在这里 我希望能够促成 整个范围大联盟 能够再整合起来 其实这样很简单 因为现在美科匹的人很多 你觉得 他科匹跟李沈总统纪念后 有没有化解这种 对科匹的不安 我说你听 美科匹的人很多 但支持他的人更多 所以你看这民调 为什么他会最高 就是因为支持他的人更多 那我认为这中间 应该要去取得平衡 这是民主小绘 民主就是这样 但是我的重点还不是这个 我的重点 科匹他去当选没有问题 所以 像李总统讲 当选没有问题 何必再提他烦恼 但是科匹说 说的和做的是不是不一樣 特别说 这个国安会的讲告 现在市区还要够外面 很多人都说他说谎 不 国安会的稍后我来说 你也可以说 但是我现在的重点就是 他会 他的选情 基本上我们并不忧虑 不是那个 我反而是在忧虑整个范率 的选情 整个都还不知道 这选民就已经 对 跟无头长影的一样 但是这谁造成的 这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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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范率的 对科匹有的支持 有的是麻 是怎样 这是谁造成的 那为什么别人不行 那别人可以 那他就不行 OK 这个老包大哥 当然也提出他的这个 相关的论点 那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科匹讲 就会被质疑 别人讲就没问题呢 我们来看到 两岸一家庭错了吗 讲过的包括 顾宽敏他说 兄弟之邦两岸 陈水扁 陈前总统 他说两岸一家人 还有谢长廷说 命运共同体 还有行政院长赖清德说 亲中爱台 好 这些人都讲过 没有人质疑他们 为什么科匹讲 两岸一家庭 会被骂到半死呢 当然我们来看 科匹他自己怎么说明 这个所谓的两岸一家庭 他说了 墨律是我原本的出生啊 两岸一家庭跟墨律 不互相矛盾 我希望务实处理 而不是变成意识形态 科匹讲了 有没有道理 跟他自己做的 是不是有背道而驰 国东大哥怎么看 今天总讲 你的节目 怕你这么不简单 可以邀请老包 来上我们的节目 怕你所引起这些问题 我用两个精准的来解释 科匹去看李登辉 不叫秘惠 他不是去瞧大忌惮 不是去看眼熊赵庭熊 那个叫秘惠 不能让外面人知道 我们要瞧事情 科匹去看李登辉 所以我们勉强算是要请义之礼 我来请义老前辈 你讲人家就要了解 你说秘惠好像不像两个 有什么大阴谋 那样 要把台湾抹去看 所以不是秘惠 不要这样解释 第二个 我知道观众很多人都 不知道 知道老包先生 不知道 詹锡魁先生 很多我们观众知道 历史和平每星期五点 老包说故事 大家都听过 都是中式的粉丝团 我刚才在听老包在解释 这个问题 试图要来解释 他们的记民 说什么东西 其实 你要跟一个九十几个人 说话有交集 那是很困难的 我家里也会留在那里 你跟他说话 一说当你说三两个 我都说不起来 所以老包在扮演一个解释 替李登辉解释 他的意思 替科匹解释 他的意思 我相信实在 老包身心的人 都认为 他对本土 踏趟台湾 不容置疑 没人会怀疑老包 这个好像有问题 他一直在感觉 跟阿公那些朋友的联络 绝对不可能 了解释 来到来的人 大家都知道 他跟社长庭 关系非常密切 不用跟我说来 他就是谢氏的 但是他就不是政治人物 他也不去 選计也不去做官 你跟他说 谢氏也好像没什么道理 但是他就是停谢长庭 等久看他的转栏 等久看他的 听他的节目的人都知道 所以算起来是 姚文字 也不是说 塞测 大叔 但是他去听科匹 听到这次 历史和平 他感到不去主席了 陈宇欣不是 听科匹去上节目 说 不好意思 聽到如果不舒服 不好意思 外面就开始招呼 科匹又说一招呼 老包是黑道而已 陈宇欣是拜三主席 老包是拜喜主席 我才不主席 我一两个月听到没有 我也一直在问 这是什么事情 因为在里面 那里是和平 早前的主持人 也按时的主持人 早上的主持人 也怕他的主持人 他就是马来马去 拜他的也拜喜 拜他的也拜他的 我们 这个电台 他的日常很奇怪 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 讨论一下 老包是处理什么立场 要安排科匹去看李定妇 是李定妇的意思 还是科匹的意思 还是老包自己的意思 这个要先把它弄清楚 老包大哥等一下可以回应 是像 是像要计李简总统 还是李简总统要计科匹 您不只看 本人不太看 就反应在分裂去 所以他要想一屁一屁 再把它弄回来 但是老包 一个三十几年 政治并论者 真的有辦法 一屁一屁 再弄回来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 他对科匹的小庭 听到 好像奇怪 跟白人也科匹同样 所以大家都 好像睡不清楚了 那我说 如果一个助理是 李简总统 受害者 会受 家修的人 有办法 让白人可以支持 可以跟白人 站到底 白人还可以用 去市场 颁发 学校 学生奖 市长奖 所以科匹还可以参加刺杀 刘宜良 江南案 本搜 出搜 站在那里 跟政部局局 上 王思琳站在那里 有时想 到底是我们不对 还是科匹不对 还是老包不跟我们说清楚 啊 科匹这团都嫁 他爱台湾 但是要嫁 也不跟我们说嫁 所以你要怎么去 他叫我 我反应在一片叫我 叫我 你跟他说清楚 为什麽白人这个紅的去支持他 对 那想不到 所以 这些问题 应该是怕你 我们想要给老包说 说给我们听 是 因为这个当局爱台湾 听得少让台湾 替台湾出声 是慎重庆 很信用的人 对 为什麽这个抗战 对科匹相同是很信任 他说一句话 我听他说 因为他年龄 绝对没有问题 科匹要再选一年 就没有问题 大多数的青年 朋友也支持 民主就是这样 支持就 不对啊 当中有一个 你的 基本的关键 你的理念是什么 对 如果科匹这个理念 让人说摇摆不定 就像 后面孙总统 我这边挡下去而已 到底会出什麽问题 对 却没了 还不知道 还把他支支下去 这是我们没法多忍受的 对 所以今天很不简单 宗教你们 请到老包来 对 我们现在不谈说 他跟李登輝讲的内容 因为那个没办法交集的 你九十几岁 你要跟他说 什么有什么交集 你要知道老包你 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你对科匹的理事 是我们这边不是不清 还是说你真的 是不清 你来说给观众听 不然现在你贏 同样 叫分裂去 分裂不是这个社会分裂 分裂是 当初 2014年 所有人出籍出籍 支持科匹的时候 现在大家不要资资了 是什么原因 是 这不是社会分裂 你最近有某种原因 让人不要资资你的 对 我们听不懂 我现在要知道是这个 是 老包大哥 这是一般社会民众 还是说这些泛律 本土派 大家没看清楚 科匹说的是对 还是不对 还是跟他做的不一樣 你怎么看 刚才我们国董大哥 在说 我跟瀉戏是不错的 我不是瀉戏 因为我不是从政 我跟他们不错 这没有错 我计刑些人也计刑很久 这也没有错 那为什么我会 没有 这一次没有去支持姚文智 反而在支持柯文哲 我现在来说 2014年的事情 2014年 姚文智是要参选到底的 有一天 谢长鼎 这是姚文智的老板 西安鼎上的方法 叫我去把姚文智 叫他不要这样搞下去 搞下去会很难看 会变得很丢人 还要我去劝他 为什么 跟现在的情形都同样 他现在搞下去 有没有很难看 就弄得 还要退出政坛 还要退出政治 显然这个到时候是会退出的 那我的用意就是说 你现在就 不要去参选 就不会有什么退出的问题 你不要去参选 你就让2014年跟现在的2018年 同样一个就是一个泛律大联盟的整合 这样就不是都OK了吗 那这中间有什么误会 譬如说刚刚这个国冬大哥来讲 你说什么白人什么问题 这个应该你们节目就找柯文哲来 我就当面问你 他就不要来我民事节目 不讲 不讲啊 他有这么多问题 大家对他的这边是没讲 他就像今天一位咨询一样 还是说老包大哥 你对他的了解 柯匹说的和做什么都不一样 我看一下 匹公你刚才在讲 那个不是什么江南岸 什么那个人的书 吴建国啊 对对对 吴建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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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啦 他去当然白人也去 不是说什么 白人可能跟吴建国也朋友 我在想啦 变成这样 所以说这个 刺杀江南的时候 最后就用人家的白人手套嘛 但他在走路的时候 就用人家的白人 所以他在这本社的时候 白人最后就要是正义 对啦 现在你跟他说 看他说什么 刺杀江南 哇这说到柯文哲有关的 这个就有点 因为他去参加 他去那本社 对那本社 那本社当然 有关的人 有关的人 因为你要知道柯文哲 他在蓝绿通知 大家都心里有数嘛 蓝绿通知 我们这个社会 这个确实应该到了重新整合的时候 这个我没有反对啦 我 我们现在的两个政党 两大政党 都是列宁市政党 对 列宁市政党 现在是2018年 对 2018年是不是应该这个列宁市政党 要有所改变嘛 要看柔性 看柯文哲 可美是不是一个大家信任的人 你看他这四年来做的 我说 我说 我三十几年的观察 我自己这样讲 所有政治人物里面 你们认为他最不单纯 其实他是最单纯 他最单纯 对啊 他有什么 他都肯定透明 譬如说你自己 所以我不知道 你可以叫他来问 他如果不说 你叫他说 你不说 所以老包大哥 你不会看走眼 看走眼吗 你会不会看走眼 你不会看走眼 我怎么可能看走眼 当然是不会啊 OK 好 所以你可以信任支持科匹 你还有什么问题 直接跟我问 没关系 具体的啦 不要说抽象的啦 抽象你说我会不会看走眼 我当然说我不会看走眼 对 你说具体的 譬如说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我就直接跟你说 譬如你刚才在说 李定位先去选总共 我就让他客观范图跟你说 说 事实是这样 所以李定位 到底有一定要叫他选总共 又没有 这被你自己去判断 那AB讲稿呢 你认为他有说不错 AB讲稿 好 这个问题在重头 重点在这里 他有拿讲稿给国安会的委员 的资讯委员 其实拿给谁 很多记者都知道了 确实是有了 而且坦白讲 我认为有两个人知道 也不是只有一个委员知道 那 重點在哪裡啦 重點在柯文哲目的拿給委員要幹什麼 我拿 我拿給你做什麼 你這個委員又能夠決定什麼事 我的重點是你去拿給你老闆看 這個委員沒有拿 不是我正說你聽嗎 拿給你老闆看 拜託你老闆跟我當面說一下 就是總統啦 叫總統跟首都市長 因為首都市長現在要去對話嘛 你也交代他任務說 不然你現在去你最好是怎麼樣 不要跟人說什麼 這都沒關係啦 他就是希望有一個交代 但是我們的總統都不該近面 所以問題重點在這個地方 但是柯文哲現在也不肯講這件事啊 他自己也不說清楚耶 他不可以把 他不要把蔡英文拖下水 你有沒有發現他所有任何事情 他都在砲打蔡英文耶 他不想把蔡英文拖下水 怎麼直接拖下蔡英文是沒有啦 他現在這個國防衛這個事情 蔡英文不要跟他近面 這是事實 因為他一回到我時候 他也在問 問什麼人 我就跟副總統說一下 直接說一下話 他說他現在也很頭痛 到底是要怎麼樣 他也都沒有標示 OK 好 這個大哥所說的啦 這個蔡總統不願意跟柯P見面 這是重點啦 這是重點啦 來東豪哥怎麼看 見了面就變背書了嘛 也就是說兩個 但他們去年年度不是有見面嗎 見了面不一定要背書喔 在選前的時候 李柯P那個人講話 你永遠講不清楚的啦 我講我們之前當記者的 柯文哲 我當然也支持過他嘛 最近他那個講話真的叫見鬼 中天那個新聞被壓掉了 柯文哲講電話不是我打的 電話當然不是他打的 對 去問劉毅庭 發言人 發言人今天在市議會怎麼打尋的 他不是為那個行為道歉 是說如果這樣子造成什麼 社會的紛擾道歉 這個跟上一次 如出一策 如出一策嘛 那很簡單一件事情 你怎麼去看一個市政府的運作 先不要講他以後會不會當總統 一個市政府 一個市政府的機器在運作 就有一個新聞出來了 什麼樣的人 我們會跟他說 我們擺平了你沒有 怎麼會用擺平 你是怎麼看的 對 出了市以後 問劉毅庭 所以說那條新聞 那條新聞就是 沒有任何的運作之下就不見了 現在切過 就只好說看得到好下 見鬼 你在看柯文哲 柯文哲 柯文哲這兩個字代表的是什麼 什麼叫柯文哲 李登輝先生講過特殊國與國關係 從他提出來之後 兩岸之間有很多紛紛擾擾 柯文哲敢講這幾個字 阿扁兩岸家人 大概沒有人懷疑他的台獨立場 對 賴清德為什麼可以講親中愛台 沒有人質疑 不只是沒有人質疑 他是在上海復旦大學 對著那些對台的人 講說為什麼台灣會有台獨 柯文哲要講兩岸一家親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阿你前面做了什麼 沒有 他只有一個 他只有一個很曖昧的叫墨律 他看你做什麼 好墨律 他為什麼會講墨律 墨律是因為連勝文在質疑他的時候 不是連勝文 人家在質疑槍 他說為了連勝文才說我是墨律 取信於利盈 就說你們不用質疑他那個槍傷 那個槍傷是真的 我是墨律的 所以騙你 你就看到柯文哲 他就是跟你耍嘴皮 對 就會對一個 讓人家產生不信任感 對 其實我也不想講什麼 年輕人願意支持他我沒有意見 你都會要支持他都沒有意見 任何人都可以支持柯文哲 對 會不會看走眼 所有看走眼的事情是事後付出代價 對 至少這樣當年為什麼2014年 是 要反對連勝文 因為我會很容易預期連勝文上去後面是什麼 是 那柯文哲呢 這三年來他做的事情 柯P是不是言行不一啦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有更多精采的內容馬上回來 好柯P有沒有說謊誠信 那麼特別是今天我們節目中安排了 安排柯李會面的老包大哥來到我們現場 還原當時的情況 不過我要先請教民友 怎麼樣看柯P跟老李見面之後 可以化解本土派對他的疑慮嗎 我覺得很困難 因為包括李登輝身邊的人也有出來反彈的 那我當然相信 如果見面是這麼良善美意的話 當然大家沒話講 可是今天是問題出來之後 你看柯文哲今天在市議會的質詢 他當然又強調自己是墨率 過去這一年多 兩年多 他很多人又說他墨率的事情 面對中國的問題的時候 他今天我們都跟你打馬呼嚴 耍嘴皮子過了尊度耍 他去中國說兩岸一家親 為什麼讓大家很不滿 其實不滿不是當下不滿啊 我已經是累積到世大運的時候 大家跟別在做的 跟你說的都不一樣 大家才開始不滿 包括本土派 我做社會運動做很多年 我應該是算最土派 我認為說台灣國際抓在那裡有什麼要緊 台灣基抓在那裡有什麼要緊 為什麼你要收 收一收的都拿到主辦單位 台北市警察叫你負責 都跟你不認識 我覺得這很奇怪 2014年的時候 他說墨率說的時候 我還轉載感動 在政論節目替他辯護 可是他當選之後 開始曖昧的時候 我還覺得說 他可能有他的立場 就像當年陳水扁2000年 兩岸一家親的時候 一樣的立場 就是因為時空背景 當下沒辦法 他只好這麼做 可是沒有啊 柯文哲倒是還蠻誠實啊 他一當選 開始模糊之後 去參加雙層亂第一次 到第二次他講出來之後 我心痛啊 我心痛啊 我不管他是誰挺出來的 今天是站在一個台灣人立場 我認為說 他網路怎麼黑我 我都沒關係 你開心就好 但是我要說的是什麼 這是一個立場的問題 當初你如果說你是末立的時候 是因為是立場 今天拿姚文字出來 姚文字是沒辦法啊 大家應該要他競出來 因為柯文哲已經揹理我們的理念 我們的理想 當初是民進黨要拿名字 你看拖到近年五月 大家如果說你民進黨是在拖什麼 柯文哲 大家對方敢 不是對民進黨開始 是在座經濟 本土派的人 因為說柯文哲跟我們理想 已經不一樣了 當初希望你世大運 讓台灣當然出來 但是柯文哲幫你制止啊 後面還有一個中國好生意的事件 那講稿五星期 為什麼今天累積出來 剛才國東哥在講白朗的時候 我心有齊齊贏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 柯文哲一上任 新一芬局長 還要去郭台銘這樣 他怎麼 他去我們出發啦 柯文哲可以大罵他 他的立場很鮮明 我認為是對的啊 為什麼五星期可以在101前面飄洋 然後欺負一些旅客 柯文哲做得很好啊 可是後來呢 後來 所有五星期在 台北市飄洋的時候 只有在西門町 柯文哲要選舉的時候 去到西門町 大騎隊的人 去海山大吃飯 有沒有 有 西門町大騎隊的人 拿台灣 就是台灣 有沒有 去花博 10人館那 柯文哲有拿嗎 有 所以對那邊的人才友善 爽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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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五星期他們就看你了 所以現在開到都要五星期 你要申請露寬人 跟我們去搶啊 所以是因為 柯文哲他的表裡 不疑是讓我們很心痛的地方 今天不管他去見誰 包括之前去見孤寬明 去見姚家文 都一樣 包括現在去見李登輝 他新人了 所以他現在又說他是墨綠了 所以你覺得他是在又要搶公本土派的票嗎 我認為 能挖多少 我認為 國民黨的丁守中 他應該有的票員 你看 國民黨最丁守中講話非常強硬 九二共識也搬出來 然後兩岸一家人也搬出來 柯文哲呢 原本寄望在那一塊的時候 我認為都是充滿政治算價 像東華哥在講 中天那個新聞記者的事情 你看他8月3號 記者在上面寫 8月9號柯文哲跟他怎麼回的 怎麼回的 這是一個市長的格局嗎 你有沒有壓嘛 吳英寧的事情 他怎麼羞辱人家的 犯法就犯法 反正風向帶過就是帶過 你看中天記者新聞出來之後 那個記者後來離職 這條新聞到現在我們還想知道 包括AB講稿的事情 他今天說若P則Q 他是一個理論 前面是錯的後面都不用再講 可是你從頭到尾沒有跟我們講清楚 我不管你講稿交給誰 兩岸一家庭有沒有在講稿裡 他拖了一年多 然後去接受某一台專訪的時候說 你幫我一個人去打球 怎麼又流下來 到今天他這件事 好像沒有他的事一樣 沒有啦 那頭前的你的論典都不對 所以後面的堆積都是不對 是 如果這是一個市長應該有的格局 包括五大案的事情 跟他五大必案的選舉的時候 每天也國民黨連國民黨 是 說你看後龍斌在市 一集他們五大案 五大案 好啦五大案 我們自己知道這五大案 後面的真相 不會在乎他的名次 可是柯文哲 你有沒有派你的辦公室主任 去跟遠雄講話 是 有沒有嘛 你只要把這些講清楚就好 其實 人民已經給他一年多的機會 他是很有機會講清楚的 給他最多的媒體不光度 他是有機會講清楚 可是他永遠不講清楚 所以他是可以遊走藍綠 通吃藍綠嗎 來 巧欣怎麼看 這個部分恐怕你現在範綠的部分 對柯P可以說是非常的不爽 那現在其實在藍印的部分 也是有柯P的票 你覺得他這樣遊走藍綠的結果 是投機反而會兩頭空嗎 其實我覺得剛剛聽民要這樣講 我自己是覺得很好笑 不是覺得你講很好笑 就是整件事情很好笑 就是說 反而是我們藍的 然後呢可能中間淺藍的 大概對柯文哲市長 他上任了大概第一年的時候 很反感 什麼五大弊案啊 後來變成五大案一樣 真的是打藍的 對 然後後來慢慢的像大巨蛋 本來說要解約嘛 可是後來發現說 其實這樣子的話 那個違約金還是市民要付的 那等於是說呢 我們省下來的錢 全部都給我遠雄了 這樣好像還送了人家一個大禮 所以現在還是繼續跟遠雄 在溝通協調 這個東西反而我們藍的 淺藍的覺得很好 市長做對了 所以說慢慢慢慢很多 這個中間淺藍的 大概以民調來講的話 大概20% 還是說這個柯文哲是可以 考慮的一個對象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對於這個深綠 或是說本土派的想法不太了解 但是說就我們一個 從藍的角度觀感看來說的話 會覺得說柯市長跟李登輝見面的話 感覺對我們來說 感覺他應該可以拿到一些這個綠的票 然後呢藍的可能大家大多數 對李登輝是比較反感的 可能會覺得說還是投丁手中好了 原本我是這樣子想的啦 不過聽完今天大家幾位的分享之後 發現說我還是真的不是綠的 不是 你們好像也沒有被說服喔 這也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不過就比較偏藍的這個民眾來講的話 大概不會太喜歡柯文哲市長 跟李登輝的碰面 或是說後面的話 但是呢他在隔一天 就叫藍的票可能又跑一些了 對但是他在隔一天之後 他馬上講了什麼 他繼續講兩岸一家親 他講說兩岸一家親 不是一種政治的意識形態 而是城市之間兩岸交流的一個基礎 這個東西我覺得中間前藍的人 他們又買單了 又搬回一城 對所以我覺得柯市長 他大概就是說在藍的跟綠的 因為他想要走出說白色的力量嘛 藍綠通辭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他大概有些時候他可能跟 這個傳統上我們認為比較偏綠的 有一點討論 那後面呢他可能有一些的內容 他像比如兩岸一家親 他堅守他自己的立場 這個是比較偏藍的民眾可以認同的 那這個大概也可以解釋說 為什麼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的這個基本盤 好像還是在中間選民上面 能夠有一定的維持度 OK好 所以柯P是游走藍綠 還是在藍綠之間 游移 一下得罪這邊 一下又要往那邊求取同情票 來裕芬 時代力量要怎麼樣看待柯P呢 如果就理論上 就他的這些理念這一路過來 是不會去支持他 但是年輕票的部分 你們要怎麼看待呢 應該說剛剛其實很多位前輩跟大哥們 剛剛都有分享 那我想要分享一下 我身邊很多年輕人 怎麼去看柯文哲市長這件事情 年輕人到底怎麼看柯P的 我覺得其實 剛剛有提到很多是提到說 柯市長他好像常常在耍嘴鼻子 但年輕人 我身邊聽到身邊年輕人的看法說 這其實是一種最不 不像過去的政治語言 他其實不會像過去的政治語言 是直接說 我就是獨派 我就是統派 那我面對中國就只有二分法 就是我要麼就是好 要麼就是不好 其實柯文哲市長目前的態度 對大家而言 是一種務實的態度 為什麼說是一種務實的態度 應該說現在他在提到兩岸一家親 他不斷的在強調說 這是基於一個城市交流的立場 在一個兩個城市之間 如果要交流的話 你必須要有基本的友善的態度 不然到底要怎麼交流 老實說的確是這樣子 不然到底要怎麼交流 那所以我其實也常常詢問 因為過去其實我個人的立場是 堅定的台獨 但我也好奇說 為什麼今天柯市長講兩岸一家親 而且注意剛剛我們其實常提到 今天台灣人裡面 不是只有柯市長提過兩岸一家親 很多人對於兩岸之間都有一些 不論是講比較中間路線或比較友善 或者是比較另類的方式 其實這些都講過 那為什麼柯市長兩岸一家親 被放大檢視的時候 年輕人還是支持 因為年輕人會認為 這是一種務實的應變方式 就是在基於城市交流之上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基本的友善的態度 畢竟我們現在必須要承認說 現實上的確我們台灣年輕人一代 很多人是在台灣跟中國之間兩地往返在工作的 那也有很多台灣年輕人現在在中國工作 那今天柯市長他也不是要選總統 他其實他的職權無涉於到底統獨立場 對 他今天選的是一個市長 那他今天在市政議題上的所有政績 其實都沒有引起這麼大的迴響跟討論 偏偏就是兩岸一家親 大家不斷地在檢視 在說明 柯屁到底是 對 來 國總好 我先插 你會好機啊 一文你先說講的不代表 實在力量的立場吧 我代表柯人的立場 我代表個人的立場 我很擔心你今天講的話 會把實在力量的票趕走一半以上 明天華國昌上節目我一定要質疑說 你的立場是不是這個樣子 要講清楚 你不要再給我們騙說我是小麗的 我從來沒有說過我是小麗的 我們就是實在力量 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是現在很明顯的是 到底我們過去希望支持台獨 希望走台獨 我過去做的社會運動 所有都是希望有一天台灣能獨立 但是我們今天 我們不能讓台獨這件事情 越做越小 我們必須要獲得更多人的認同 你跟老包先生聽了 不是因為兩愛一家親這一句話 是你柯B所做出來動作一個一個 所以人家才去檢驗你的兩愛 多少人講兩愛一家 可是他們沒有後面那些動作 我今天特地把報告帶來 李登輝的文膽啊 陳茂雄中山大學退休教授 我今天特地寫一篇不要害李登輝啊 他跟柯P講你不要害他 是 李登輝在台灣有他地位在 包括喜樂島他都敢去參加 昨天來講話 我們明天喜樂島邀請柯P來講個話 敢不敢 不敢 你這個叫什麼 台灣人為什麼對他們這種人很痛恨 因為四百多年來台灣死 告訴台灣人 你的主張是什麼都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一旦背骨背骨的時候 那種痛恨貫徹心理 柯P是務實還是投機 當然外界對他到底是不是一些誤解 還是說真的有人能夠看清他 包括老包大哥又要如何解讀這些來賓的這些評論呢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精彩內容馬上回來 民進黨台北市場參選姚文志下午和市議員高嘉宇會面 來看最新的連線報導 今天主要是來看高議員 還有跟我們其他議員 一起來談論未來我們選舉 怎麼樣來更團結更合作 怎麼樣來一起打贏這一場市長跟議員的選戰 我們希望未來當然我要更努力 我們的議員選舉也能夠全力打 會來不會尷尬 謝謝你的媒體朋友 我們到上去聊天好不好 完全沒有 誤會都已經解開了 對啊 現在是一片溫馨一片祥和 希望說未來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 謝謝 等一下也許我們會聊到 對啊 好我們看到這姚文志跟這個 對柯比較友好的高嘉宇 現在是不是一切雨過天輕呢 我們先請教老包大哥怎麼看 剛剛這些我們的節目來賓 對於柯P這樣的一個評論 你覺得公不公平 還是當中有一些不對的地方 有一些是諸心論 諸心論 諸心論是什麼意思 違心之論 不是違心 諸心論就是說 我認為你這個人有問題 你的動機有問題 所以你做了任何事情都是錯的 所以你做了什麼好事都是錯的 如果我認為你這個人是沒有問題的 你縱使是殺掉國軍 那都是一件最對的事 士軍 古典的話來說是士軍 所以這叫諸心論 所以譬如說 剛才你說什麼台灣旗 這事情 台灣旗的三令五身 我們就拜託大家不要押去押去 不要押去押去 不要押去押去 沒有那種政治意涵的東西 因為那是總會的規定 但是在裡面他們有託對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們跟對方有一個默契 就是拜託的 你如果不讓我國旗不可以去押去的時候 那到時候 我在這裡政治還要不要再混了 所以 那一部分就有爭一言逼一言 我們國旗就全部都可以進去了 這代表國家的 其他要盡量買 但是多少 偷渡一點點 沒關係 不要大家想要押去 但是我們有些獨派團體 就是要押去 就是要把它押去 就是要把它押去 沈浸機裡面 還要押很大的 台灣旗 在那裡押機 還打刺拔 所以這個是這樣來 但是基本上整個世大運是成功的 是團結的 全國大團結的 這邊是小菜 那沒有那麼重要 但現在一定要把它擴大為說 這是柯文哲的罪狀之一 我認為是對柯文哲很不公平的 我們跟他說 世大運扮成這樣 都沒有什麼風雨 都可以 環境處理得好 我們都嫁了 我們跟我們所有的 公務員在處理事情 所以你們是外界 五街 柯批的作法 對對對 但是外界看柯批 也覺得 往墨率深率下 慢慢往中間 甚至往藍的那邊靠 你怎麼看 但是你要看 他現在去結束太多 爸爸都不用雨了 你像這次你看 台中這個 東亞清運 就沒了嘛 沒了 我們再去討論 有沒有台灣旗有什麼意義 就說好 東亞清運 台灣旗一定可以拿進去 你可以拿一千支進去 每個人人手一支可以進去 有用嗎 他已經不舉辦了 就沒有用了 所以重點 我們應該要把這大小事情 修煩全身 我意思就是說 我們有租信論 租信論這個東西 盡量在民主的時代 大家盡量給它降低 盡量就事論事 好 這老包大哥的解釋 這外界 大家是不是能夠接受 來 國東大哥 安裝話 所謂租信論就是 你懷疑它的動機 所以它的出發店就不好 所以我們有租信論 但是我已經記了很多力氣了 讓老包先生跟我們的觀眾來聽 一個人如果立場 如果堅定的人 他的作為一對媒體 他覺得他搖擺不定 到底你是什麼樣的立場 他可以一開始就說 你不要把他當作魔力 我不是你的 像我經常說 我不是民進黨 你不要以為我是你贏的 我不是民進黨的 我先解釋清楚 你要講清楚 你一開始跟他們說你是魔力 大家票回給你的時候 你開始在說 這樣說 你租信論 你說看我的動機不對 我是為了學校 為了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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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有一天你做總統 你才去叫這個 擁有學校 你現在是一個台北市市長 那樣 你去 你插 你插到意識形態 插到這麼沉下去 你根本就不用去解釋這個 人家是要看 所以少年人不要再聽這個 少年人我支持你 就支持你 你要怎麼樣 但是老包說一句我同意 我們的政黨政治是假的 因為我們的政黨是列寧政黨 我們是革命政黨 我們是黨中央鞏固領導中心 我從小時候聽到現在 都這句話 什麼叫領導中心 就是獨裁啊 全體啊 對 已經民主啊 人人都有機會發表意見 我們也希望柯彬你發表你的政治意見 像菲律賓的總統 像法國的少年總統 你都可以說 但是你不行 搖來搖去 搖來搖去 讓人家說 我到底你是什麼東西 讓人支持你的人 亂找 讓人 過去說 這就是我們自己的人 要聽你 對 我今天要特別說一句話 你不能說 為了要辦這個運動會 這個台灣這個國家的主體行為 都沒有去 你也就尊重民主 那些人要表達我台灣是一個國家 我台灣是 要利用一個國際在看的時候 要電線出來 是 比你去營公國 開支營公國 拍電視公國 比較有露營嘛 但是柯P你不准 過去馬英九在辦 女主婦的時候 嚇國旗都掛出去 我們就在叫馬英九 對 你說柯P一樣 我們也是叫柯P啊 這就叫立場堅定嘛 來來來 留一點時間 東浩哥來怎麼看 這個柯P是不是真的外界誤解他嗎 還是他是真的是 考量對岸尊重對岸 但問題是對岸有沒有尊重我們呢 如果講啊 當個台北市市長 是不一定 要有兩岸政策 如果柯P這輩子只當台北市市長 一開始 老包先生都講的 不是在談論 柯文哲要不要當台北市市長 像李登輝先生認為 這個選擇已經選完了嘛 在講柯P的下一步 總統格局 本來就是在談 柯P如果有一天會成為總統的時候 時代力量 你們現在怎麼辦 我在看 時代力量是今年第一個 這一次那段